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世界粮食安全正面临严重冲击 在此背景下 如何保证粮食生产 稳定粮食价格 促进粮食贸易 成为了博鳌亚洲论坛 2021年年会嘉宾们热议的话题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 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李小云 在发言时表示 粮食安全的实质是分配不平等问题 粮食安全的问题 不是一个绝对数量的供给问题 也不是一个生产能力问题 而是一个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全球资源领域 生产能力比较强的国家 它技术能力也比较强 资源条件也比较丰富 随着高技术生物技术 不断地应用于种子的改良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会使得种子的商业性 和垄断性越来越强烈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发展的国家 全国来讲的话 那它就是越来越不公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需要将这种子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这样一个属性来看待 与会嘉宾们认为 保障粮食安全是对人类基本生存权的尊重 需要完善相关机制 强化全球粮食治理 同时消除贸易壁垒 加强国际合作 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政策的干预 我们同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 全球治理的 特别是全球粮食治理的 食物治理的这样一个机制 这是我们在一个 未来新的全球化的这样一个条件下 来考虑粮食安全问题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那我的意见就是 有相近的国家 应该是帮忙落后的国家 落后的国家它缺少资金 缺少技术 更缺的缺少市场 中国你现在人才也有了 市场也有了 资金也有了 有这样大的人口 有这样大的购买力的话 可以带动周边的落后的国家 甚至隔一间落后的国家 种植以后呢 运到中国来 未来市场是最重要的出路 极飞科技创始人彭斌 则给出了自己的解题思路 他认为 未来农业在科技加持下 粮食生产综合效益 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真正实现藏粮余悸 因为信息技术 机器人的这些技术 未来是新的工业革命 或新的技术革命 这个革命也将影响到 我们的第一产业 就是农业 最终我相信一定能够实现 农地里面种地的过程 是由机器人完成 而种地的过程 全程都是被监管和监控的 而且是定量 标准化种子 粮食的安全问题 就不再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甚至粮食的短期问题也不是 因为它可以拉平 种地的差异 不输出于科技 所以科技可能是 这些粮食问题的最优解 是什么事 所以我会帮助你